有游客今天到蓝宇的邮局要领钱 发现提款机竟然被人砸坏了 钱领不出来 差一点就哭出来了 因为这导向呢 就只有这唯一的一台提款机 而邮局方面接获消息之后 紧急派人前往修理 目前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叫记者吴宇宗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监视器画面中呢 一位男子他脚步凌乱 摇摇晃晃的走进邮局的提款机 要准备领钱 但他按了好几次密码就是不对 结果按了超过三次错误 卡片就被提款机给吃掉 让他站在提款机前面呢 非常的无奈 而他为了拿出卡在机器里头的金融卡 他做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举动 只看见他拿了一个大石头 又走了进来 直接往提款机上面砸了下去 希望提款机能吐出卡片 还对着提款机大骂 发泄完了之后男子才离开 但卡片就是没有拿出来 而上午呢 有旅客要到蓝宇这里要领钱 才发现提款机已经被砸毁 不能领差点哭了出来 因为这就是岛上唯一一台的提款机 而警方后来呢 也顺利抓到了证明砸提款机的男子 他公称因为喝醉酒 又急着要钱才会砸坏提款机 目前呢 邮局也已经紧急派人前往去修理 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不想到手里的背景 不许他未来就忘了 不许他 不许他 就 Cobb 不许他 不许他 不许他